好大喔 在這裡啊 扣點一個 嗨 大家 我是Eliza 我現在人在米蘭的星巴克 這一間是義大利第一間也是唯一的一間星巴克 好像是去年才開的吧 原本的原子是郵政總局 這一間星巴克非常的大 而且它號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星巴克 那我今天進來看的確真的是蠻漂亮的很壯觀 然後這邊旁邊也有賣很多紀念品啊 是別的地方買不到的 然後還有就是展示製作咖啡豆的機器 然後還有那個小美人魚的雕像 看起來是非常有藝術感的一個地方 只是這邊的價位好像有比較貴一點點 而且他們沒有賣就是一般星巴克賣的那些什麼星兵樂啊 它這邊有分好幾個區域就是有吃甜點的地方啊 然後也有吃披薩的地方 然後披薩都是6.5歐 它其實還蠻大一片的我覺得 分量還算給的蠻有誠意的 然後咖啡的話我妹是點中杯的拿鐵 然後是5.5歐 我前方這邊就是可以看到有賣咖啡豆的地方 跟大家更新一下我剛剛吃完披薩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而且他們會幫你加熱 其實有火腿的部分有點偏油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個缺點就是這邊音樂太大聲了 我覺得完全就是降低了這裡的格調 因為這裡這麼漂亮 我覺得他們可以放一些比較優雅一點的音樂 但是它把這裡搞得很像夜店的感覺 我現在要來試喝看看他們的咖啡怎麼樣 如果你們有喝過 你們有去過羅馬喝過羅馬的咖啡的話 那個真的就是很好喝 超級好喝 而且又很便宜 但這邊就是又貴 然後咖啡就一般 如果我特地來義大利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多花時間去品嘗義大利當地的咖啡就好了 如果你不是真的星巴克迷的話 我覺得不用特別跑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這個地方我個人 我覺得是來一次我就不會想要來第二次 除非說我還想要來買紀念品吧 但我不會特別想要來這邊喝咖啡 去羅馬喝咖啡 不會讓你失望 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外面的座位好美喔 夏天坐在外面應該很棒 嗨大家 我們已經逛完星巴克 其實是在裡面吃東西吃完了 然後剛剛有稍微逛了一下 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買 因為這裡的紀念品爆貴 真的一個購物大概就要16歐 我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我什麼都沒有買 然後它的杯子也都是要2-30歐的那種 我個人不是星巴克迷 所以我覺得我買不下去 如果你真的是星巴克迷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找一些 他們這裡限定的東西 你應該可以買到東西回去 那你對這裡有什麼感覺嗎 因為很漂亮很特別啊 但是就是真的很吵 而且很多人就是來觀光的 所以你坐在那邊很不自在 喔我妹剛剛說她就是 坐在那邊吃東西很不自在 就是因為裡面會有很多人在拍照 所以你就是不管坐哪個角度都會被拍到 所以你會覺得有點煩 但是沒辦法 因為它這裡就是一個觀光的 這裡現在就是變成一個觀光的聖地了 然後它蠻多吃的 有鹹的甜的 然後又有Pizza 然後還有酒 蠻多人點酒的 嗯 它2樓 我剛剛有問這邊工作人員 他說2樓是比較高級一點的區域 有點像餐廳的模式 然後有人幫你服務 然後也有酒咖啡 然後餐點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真的 比較享受的話 你可以去2樓 但是花費當然就是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你就是不會被打擾 對啊那今天我們星巴克 米蘭的星巴克體驗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那個名的粉底 你有點擔心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